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全世界最美的花园 和以往任何一次草变都不一样 就是那些演员非常激动的眼泪 然后我们也很有感触 每次听到声音都喜欢 那一刻就是身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 就油然心生了 然后我们一同心也要表演得很完美 短短的23天时间 你们就有这么大的进步 我们表示重心的祝贺 谢谢你们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 现在闭幕式的整体安排是什么样的 闭幕式首先可以跟你透露的一个是什么 素质人还会来到我们的大量化体育场 我们叫做首尾呼应 那么由于我们闭幕式是在十几天比赛之后 我们在开幕式完了之后 我们地上那个地瓶将会拆掉 闭幕式只有24小时的双台时间 所以我们那个地瓶是回不来了 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体育 就是体育场的本体就是那块大草坪上面 举行的我们的闭幕式 闭幕式呢 我们核心的两个情感点就是一个叫做 今天所有运动人运动间而是我们闭幕式的主体 是一个嘉连华的氛围一个大party的一个氛围 他们放松心情站在 今天这个大连华是他们的主场 他们会混着的 不在各国家分开的入场 而是混着的 大家混着一块的站在进行入场 他们边唱边跳 我记得在冬奥会上的时候 我做闭幕式的时候 这帮运动员来到现场之后 就不下去 我们特别知道 当时康辉就说了四遍 就是说请运动员落座观礼 他们就是不下去 蹦蹦蹦跳 这次闭幕式呢 仍然惯世了真正的嘉连华的氛围 另外一个就是有个依稀别的 因为闭幕式 然后明天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 那么我们跟往常呢 还增加了一个就是 叫做和日再相会 期待下次亚运会 我们再相会 那么有这么一个情感点 在这儿最美花园里面 我们的草坪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也是一个创新的表达 那么跟以往任何一次草坪都不一样